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绝对不怕加班 因为他听说过年期间如果去加班的话 拿三倍工资 心情突然就变好了 于是主动去找老板要求 过年期间想加班 推门进去了 老板 这个过年了 这个过年期间 我能在单位加班吗 我主动要求加班 老板你抬头看一眼 本来也没办法让你回家呀 太好了 这个我在单位加班 那是不是三倍工资 三倍工资 老板看看 三倍工资 好好行 就算三倍工资吧 给你三倍工资 多出来就算你压岁钱了 但是当时就不乐意了 老板你是不是占我便宜了 你是不是占我便宜了 占你便宜了 怎么着吧 太好了干爹 我们的今晚半天后 脱口秀的播出时间 依然是每周日的 晚上十点钟 首播星期的早上 五点重播 不要错过咯 那从本周的 二月十三号开始呢 我们的黄金剧场 又新剧上档了 那首播剧场呢 就是我们的 我的父亲母亲 那这是一部 怎么样的电视剧呢 我觉得应该是 爸爸妈妈的那个年纪 最爱看的 就是知青题材的电视剧 哎呀 翠花 您还真干呀 别干了 这活不是您干的 那 我不是服务员吗 您是领导家属 这活不能您干呀 您呀 就在前台上坐着 有客人来 您拿钥匙给他开门就行了 赶快 跟我来 好 跟我来 我们的我的父亲母亲呢 这部电视剧呢 将会在二月十三号 开始在我们环球 东方卫视的黄金剧场 每天晚上强荡播出 所以喜欢看电视剧的朋友们 又有新剧可以追咯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环球抢 先看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